对中国钢铁价格影响最大的是产能改革 阿提洛·韦德奈尔来自于麦斯蒂尔 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随着供应量的增长 阿提洛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出现了新的增长迹象了吗 实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 我们可以追溯到去年 当时中国宣布了将会在未来三年内 实施4.7万亿人民币的一篮子基础设施计划 这是在2016年5月份宣布的 由国家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简称发改委共同宣布的 现在这4.7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7200亿美元 将会被投入在铁路 道路 水路 机场和地铁系统等303个不同的项目当中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往往会有一个之后的过程 同样也会让实际的钢铁消费 之后6到9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你看到的就是 在2017年上半年 这个在去年年中宣布的基础设施计划 才真正的开始产生了影响 现在市场对钢铁的消费产生了冲击 我们看到了 中国带来的是有利的因素 他们正在经济中消耗更多的建筑钢种 这显然将会帮助消耗大量的钢铁库存 例如说用于建筑的钢筋和钢筋线材等等 这也意味着 由于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很大 随着国内的库存的不断被消耗以及下降 出口海外的材料将会减少 而当地的钢铁供应商 不得不去提高产量 以此来满足这一种更高的需求 以及来补充库存和仓库的备货 而这也就是推动今年钢铁产量走高的真正的原因 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计划给中国的钢铁价格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还是这些因素已经被考虑在内了呢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今年的上半年 价格的增长势头是相当的猛烈的 在这里主要的因素有两到三个 因为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阶段 港口仓库以及库存商进行了补货 让我们以中国的钢铁库存为例 在2017年的2月份 钢铁库存达到了近三年以来的新高点 来到了870万吨 现在这些库存在过去的四到五个月内 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目前正处在历史低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看到的现象总结为 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阶段的重新补货 驱动了钢铁价格的首次的上涨 而现在真正的需求已经来了 这些需求已经消费了大量的库存 造成了市场的紧缩 促成了产量的提高 需求仍然在继续的提高 如果说继续维持这种高效的运营率和利用率的话 也会对钢铁价格的走高 产生一定的支持作用 同一时间政府也带来了一些措施 在几年前 中国政府就已经传递了有关产能改革的意见 而今年显得更加的重视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你知道的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中国新闻界 定期每天都会发布两到三个 有关制铁制钢产能的改革 还有煤炭工业改革的报告 这的确给相应市场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 所以目前是需求和供应同时出现增长的局面 但是重点指的是钢铁行业的主要产品 例如螺纹钢 线材 还有建筑使用的钢粮 中国政府想要遏制不断增长的房地产业 这会成为钢铁业最大的风险吗 此外 还有哪些其他的风险吗 中国钢铁价格影响最大的因素 将会是产能改革 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 或者说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量是非常少的 如果说来看一下过去的几个月的排名 中国是美国的第九 第十大钢铁供应商 例如就拿五月份来说吧 中国的出口量是数万吨 而整体的进口量为700万吨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周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商品角 再见